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譚玉英 我是白兵 大家好 我是Charlie 我是阿英 我們今天說什麼 我們變成感情台 我們今天說結婚 結婚前 接著上集 結婚前猶豫的伴侶是不是Mr.或者Mrs.Right 思考的15條問題 講這個農場文之前 那當然要 還是我們講農場文才講自己的事 當然是講農場文 就是故意做農場文 所以才不用太著迫說自己的事 太著迫說自己的事 很尷尬 好 第一個 結婚前猶豫 你到底是一個什麼人 學會什麼生活 這麼兇範 我只是看他寫完 好像沒有寫東西一樣 很虛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結婚前 我還沒看完 我看了頭幾個鬧鬧的人 因為我想要那種第一下的感覺 立即聽完之後趕出來那種感覺 因為沒得想 沒得想才趕 你們在結婚前有沒有這樣想過 究竟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渴望什麼生活 結婚前 我覺得我是一個在做夢的人 我覺得我畢業之後出來還是在做夢的人 不太知道自己想怎樣 然後到結婚前 讀什麼的你當年 我當年是讀ivy的 讀廣告設計 噢 出來也是做相關的事情 不是 都是做文職 不是做廣告設計的事情 都是溝讀的 即是發感夢就認識了自己 即是現在這個老公 那時候也是在ivy裡面認識的 他是我的師兄 噢 噢 這麼開心 不過他是讀會計那邊的師兄 不過我們是進了同一個 那些音樂club那些 然後又認識了 噢 入音樂club 是啊 即是學會那些東西來的 噢 這麼開心 是啊 那時候不太知道自己想怎樣的 即是結婚之前 那段時間 剛剛拍拖的時候 是 即是有得拍拖 拍一下 誰知一拍就拍了那麼久 嘩 都很小時候開始 讀書已經 18歲 18歲 跟他拍拖 哇 這麼久 是啊 我們2010年開始拍的 是 對 差不多 是 嘩 厲害 我以為阿英都來 誰知查理也是屬於很久的那些 是 那你們 啊 這個完全沒有討論的位置 你們拍那麼久 啊 要拍得短才有討論的位置 那你們結婚之前有沒有想過些什麼呢 就是 有沒有想過就是 啊 跟他結婚 是渴望是怎樣呢 那就 繼續拍拖就好 為什麼要結婚呢 對 其實我也有這個感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答應了結婚 哦 是他求婚的 不是他沒有求婚的 我們很搞笑 我們記得 我記得是 那時候差不多是聖誕節 然後呢 我們 不知道是前夕24日的時間 然後他突然走過 那些金舖 是 然後就說 不如買戒指 他就說 不如買戒指 是 買戒指 什麼事 沒有 我的朋友介紹了一間樓上店的買戒指 很漂亮的 是 我們現在去買 然後我就說 沒有 是 然後我心想 真的有事後 自己在想 這樣就叫求婚 是 然後他那時候就 我說好 想去買 然後就買戒指 然後就完了整件事 哦 這樣就當求婚了 是啊 哦 其實我本身也不是很要求求求婚 因為我是那些尷尬顏妹發作的人 會的 我不喜歡 很誇張 是 然後就覺得好像很順理成章 大家都那麼久了 然後就 好像真的要結了 阿英呢 這樣 我也是順其自然 這樣 是 因為 我應該都跟Charlie差不多的情況 就是跟我太太拍拖的時候 是 還是很小 沒有怎麼想 想將來怎樣 這樣 沒有特別說要將來怎樣 就是這樣 所以他那條問題就是 就是問一下自己是否什麼人 反而是想結婚的時候 當然一起的時候 就太小了 沒有怎麼想這件事 但結婚的時候就大 就是想結婚的時候 那有沒有特別去想 將來想要什麼生活呢 就有的 就是有些畫面上 就是我覺得 至少你想像到你跟這個人一起生活 之後 如果你想像不到 跟這個人一起生活的話 其實就應該不適合跟他結婚 你也想像不到 或者你不想想像 不想想像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你想一想 不要說了 我想他的問題大概是這樣 不是要你想到是什麼 至少你想像到 如果想像到OK 對 總會想像到OK 你不會想像到很壞 你不會想像到他會打我 應該不會這樣幻想到 應該不會這樣幻想到 所以就 會想像到跟這個人一起生活 但又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 只不過是 以前還沒一起的時候 我還沒結婚的時候 沒有一起住過 即是沒有搬出去一起住過 我們也是 我結婚之後 因為一來沒有經濟能力 我沒有享受過自己一個人住的 所以其實也有一些幻想的空間 最多是去旅行的時候一起住 你倆一起去旅行 即是我的幻想 無論如何都不會糟糕 即是在我的角度 我都聽說 有些人一起去旅行 很想活的 我沒有試過 你不用這樣學 即是我也很開心 因為你也很期待 因為我有聽過一些很活的 即是 完全接受不到 一起相處的 覺得很難吃飯 覺得他某些生活的行徑很棘 但我有時候 我對這件事 我也有聽過 但我有一個疑問 其實你跟這個人一起的時間 你應該可以感受到 即是我幻想不到一個人 你平時跟他一起相處 分別跟他一起住 即是會大到你接受不到 我覺得差距會不會這麼大 我是有疑問的 當然我不是感受那個 以我所知 就應該是 譬如如果沒有一起住 又拍拖 可能一個星期見兩次 可能看電影吃飯 就回家了 即是沒有很長時間對住 因為可能一長時間對住 可能首先覺得那個人很煩 有機會 即是你可能跟他一起五個小時 他五個小時都趕緊 你覺得是OK的 如果說很長時間 原來你跟他二十四個小時 他睡覺的時候 在其他時間都在說話 有機會覺得 嘩你了 沒有很長時間 即是有機會有這些 有些可能是生活雜性 或者他的行徑 你會放得大很多 即是譬如你平時跟他之後 你很有同感 不是 因為我想起一個朋友是這樣 即是怎樣呢 他之前沒有一起住 然後那個男生就為了我那個朋友 就在他家附近買了一間屋 買啊 私業 oh my god 然後他們就住在一起 但為什麼要在他家附近的私業 不知道 可能就是遷就他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即是沒有原因 沒有原因 可能他已經幻想到他結婚之後 可能我朋友想和他媽媽住得比較近 就在樓上買一間屋 對 就遷就他 你說你想和家附近住 我在上院買了 就在附近買了 然後可能同居了一兩個月 然後我朋友就開始投訴 他說那個男生就太 控制肉很強 對 那個對比太大 又說他經常不幫忙做家務 然後又經常躺在那裡 不動 然後又說他經常檢查他 比以前更加緊 檢查他 檢查他 對 我覺得這些行徑都是控制肉很強 之後呢 沒多久就分手了 沒多久就分手了 我就去那間屋 可能會有這些故事 那個結局是這樣的 就是我朋友 Happy ending 我朋友怎樣短時間之後 獲得一層樓的經驗 就是把問題放大了 放大了 但是這樣聽 本身這件事已經有問題了 我有聽過這些 我第一個問題已經是 為什麼要在家附近買一層樓 這個是一個 我會定義一個不正常的行為 或者一個男生比較小一點 或者不成熟 有機會會這樣 就是想跟那個女生住近一點 可能他將未來幻想得很好 會的 會的 是這樣的 然後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行為已經不正常 那你要小心 但我又不會買他住附近的 不是 我又沒到那麼瘋 不是這樣試的 不用買一層樓去試的 你租回一年租 可以嗎 也不用買那層附近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住慣了那一層樓 覺得那層樓可以嗎 可能很有錢 還有那層樓是我的朋友 跟那個男生一起選擇的 他們一起看樓 然後大家覺得這個挺好的 誰知道最後都是分手收場 因為我有聽過一個例子 是他跟那個女生朋友 跟那個男生拍了拖 我想半年左右 那個男生的家人很喜歡他 那個男生也很喜歡他 也很喜歡那個女生 然後那個女生可能住得遠一點 然後那個男生有想過 因為他家裡可能住得大一點 不是什麼很富裕的家庭 但可能那間屋有一千尺 他只有那間 不是有幾個物業那些 他就想不如買了現在這裡 爸爸媽媽你住三五百 我在那裡又買三五百 就是一湯二 將那個投資分開 然後我那間就買近些 現在的女朋友 那就跟他結婚了 那時候說半年 那個女生就拒絕了 那個女生不單止拒絕了 就要分手了 因為他感覺到我再不拒絕他 他會跟我求婚 就是這樣 所以就不行不行 真的要分手 他本身很早就想分手了 但去到這個位置 真的忍不忍住 真的一定要分手 就是有這些情況 就是因為他不想跟他結婚 對 不是 剛才不想跟他拍拖 但那個男生完全怕不到 還想把自家屋賣了再搬到他旁邊 就是這樣 就是很糟糕 那也是好事 就是斷了他 就是在做錯事之前 沒錯 男生做錯事之前 那男生的父母怎麼看男生這個建議呢 其實也是很糟糕 是很糟糕 我們又和你感情台不同的角度 我是想 如果我兒子 今天跟我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會有什麼反應 應該這樣想 會不會打鬆著他呢 還是 其實你有本事自己買就行了 我層樓餓的 你不就等我死了之後給你 不過現在不要了 我給我妹妹 我都不會給你 謝哲才說 你都想好了 你不用問我 你都計劃周長債 我會先問他 你知道現在香港樓價要一劏二 你覺得這麼容易做到嗎 首先在實質的情況下 這句話明明聲 你還要有這麼多掣肘 你又要搬近我 女生 女生 你現在當作任督嗎 500萬 就算我多一個層樓 可以的 可以的 我不覺得銀碼可以任督到 女生住得偏遠一點 所以便宜一點 OK 這樣看得對才行 那我呢 你都想好了 你自己拿著不求的自己想吧 所以我第一句就跟她說 你都想好了 不想問我 是吧 不是 陳厚爸爸你 都要你入口 都問過你的意見 我覺得很大程度 她問這句話的時候 她是不太清楚 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我覺得這件事不太合理 是 一堂二 哪有這麼容易 我是很認同你這個題 你在這間屋堂二 就OK 是 我更加說給你 是 正路 我會考慮一下 她 還覺得是年少 小朋友 你說得出這段話的時候 還是小朋友 是 會問問她 你女朋友怎麼看 如果女朋友說 她立即和我分手 那也好 那也好 人家比你成熟 這個女朋友也挺好 你該輸吧 你別女人 別嫌 別嫌 人家明顯好很多 人家正常人 得分 第二就是 你和她一起的時候 開心嗎 這個問題都要想 你開心嗎 對 你快樂媽 沒理由不開心 我經常覺得這些問 是 雅致手可以浪費時間 一來 而且她經常出格 到她亂想 對 出格了你去負面 究竟開不開心 其實不想是沒有事 一想就不開心 她到你去負面那邊 對 對 其實我開不開心 是 這個問題很奇怪 會不會呢 如果我們相處了這麼久 一定有開心和不開心 對 一定有這些 相處了這麼久 但是最重要是 大家一起的時候舒服 嗯 我也很認同 開不開心 開心是一個很片面的事情 總部可能24小時都會開心 365小時 有些事情都想 不要不開心 可以安靜一下嗎 可以安靜一下嗎 不用哄我開心 我想自己安靜 我只想自己安靜 我想回頭問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勇敢 和每個人同居就結婚 我們有試過一起住 譬如去她家 或者來我家 可能住幾天 你去旅行 我以前去旅行 都去整個月 那些算不算同居 其實我覺得那些 你怎樣都看到的人 是怎樣的 那這些是可以的 你一定看到的 那些習慣的 有的去整個月都可以的 什麼可以的 旅程都可以 但也有很多問題 那個月都很難搞的 因為我有些事情 是我受不了的 譬如我是很基本的 我老婆一定會說 不懂路就問人 那我一定會說 那我懂得看地圖 有Google Map 還有這個是樂趣 我不是今天要這個點 去這個點 中間完全沒有 坐的士就行了 那你坐的士就不會坐 在外地 那你也會出事 所以我們也會有這些 我開車去旅行 我期望她會看Google Map 但正路也是 她分量了 就是看不到 那有人暫於她的地方 因為你不認識那個地方 我跟她也是第一次去 可能她 但我有時候 可能駕駛的車 受不了就是 譬如駕駛前 然後她就說 好像剛才那個位置轉了 那你剛才不說 那地圖還未到 你會有這些 那過了就過了 那過了你幹來幹什麼 那都要告訴你 我們已經過了 那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走 都過了 那有沒有跟著的路 入後球 那不會的 那她說 Google Map還未放到 那我先駕駛慢一點 這是高速公路 就是我有一次試過 我坐一個女士的車 我不知道是坐我的朋友的女朋友的車 剛好 我是好像第一次這樣 坐一個不太認識的人的車 因為一起去找她的男朋友 然後就 她叫你看路 所以你們兩個 是的 那我不懂駕駛的 然後去到一個位置 應該是轉了 她繼續直去 然後就 哎呀應該剛剛那個位置轉了 她說這個位置過海了 沒有就回頭了 沒有就回頭了 沒有她進後波 啊可以的嗎 沒有車 沒有車 快點 我終於拿她進後波 她說 我不懂駕駛而已 應該不行的 沒有駕駛其實就是 我覺得駕駛最重要 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就是你看到安全的 我覺得就沒什麼所謂 我一下也會爆炸 我不會這樣做 只不過有些危險 這裏趁鷹在那裏說開開車 我人生第一次遇到車 就是坐鷹駛的車 你記不記得 這麼沒彩 坐在小巴的尾上 記得記得記得 那一刻響兩次看 嘩怎麼弄的 阿婆 有一次 踢球 踢完球 然後在觀塘 有一個紅綠燈位 我看到她轉燈 小巴好像想去 前面是紅汽車 前面是紅汽車 那你知道 一見黃燈 就給她去 紅頂當然要去 那我要貼上去才能去 我慢一點點 我都過不了 那我就給她 為什麼紅燈 就打 然後我馬上打 響了太陽 但也撞一撞她的尾 因為我的加速和減速太快 反應不及 我剛才說回那個 但其實事情一定會這樣發生 然後我可能會問 我老婆 你過了你路口才跟我說 那我怎樣 然後我就會說 那你給我看 那你立刻 其實你看那一刻 你都還未撞得及 因為你也是第一次去那個地方 你都不認識 但是那一刻你知道 很生氣 過氣 自己看 那我跟她都要接受 開車的就是這樣 看路的就是這樣 就是會有這樣的爭拗 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因為必然會發生 我記得當時我和老公去旅行 他很喜歡一到酒店房間 然後一些東西是隨處丟掉的 即是鞋子、蜜子 是可以東一塊西一塊的 之後我們搬出來住已經見識過他的東西 不過現在已經好了很多 當時我會問他為何到處放這些東西 我很喜歡收拾東西 收拾乾淨的東西 不喜歡到處放 一個會到處丟掉東西的人 當然要配一個會收拾東西的人 這個是必然的 不斷收拾東西 這個是必然的 一個不洗碗的就是配一個洗碗的 因為總要有一個洗碗的 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的 他和他老婆是鬥不洗碗的 鬥誰頂不住 我坦白說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多餘 這樣洗碗這麼兩身 即是他們兩個都不喜歡洗碗的 喜歡玩鬥氣 你又不用 我不想放在那裡 不要洗碗 看看誰頂不住 那我就不行的 我就不可以的 但很多時候都是這樣配的 你一個會收拾東西的 又或者你退後一萬步看 因為他覺得你會收拾 所以他就到處放 可能也會有這樣的東西 我看我父母就是這樣 我媽媽經常罵我老爸 那些東西放在那裡不用 一直罵他 因為他會收拾 因為你會收拾 因為他放在那裡 你會幫他收拾 那他就放在那裡 但當然我不是說我老爸這件事 沒有問題 這個都是他天生 我老爸是該死的 喝完東西 杯子就放在那裡 然後人們走開去 是 茶餐廳嗎 是 你會洗杯的 這個都是一個很合理的 然後我自己 坦白說我覺得 就不關我媽媽的事 但我媽媽經常說關她的事 就是看你爸爸經常 從小時候被我罵大 所以你會洗杯 我心想關什麼事 這是一個人基本 你吃完碗飯 你沒有人 那你自己洗 沒有人就自己洗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 我坦白說 我覺得 當她說的時候 我覺得完全不關他的事 我不知道 可能心理上是這樣 不要被媽媽罵 小時候養成了 其實會的 我的女兒就是這樣 我經常說她爸爸沒有手 然後她有時候 她現在看到自己的拖鞋 可能穿完了 然後她就會放回她 插拖鞋的位置 媽媽你看她多有手 有時候會告訴她爸爸 幫她爸爸收拾 其實也會有些影響 我家裡也是 我媽媽也是收拾東西的 不知道是不是男人 通常都是沒有什麼 不是的 我收拾東西的 那你太太呢 她看到我收拾她 就不收拾 不是的 我都會覺得 我不是說我老婆 我老婆會收拾東西 但是有時候 她看到我收拾了 她就不收拾了 搞到自己也受不了 最近有一個很誇張的 我媽媽是會收拾東西的 偏是有些強迫症的 我近日遇到一個很誇張的 我也很心動 話說我就是在廳的飯桌 在看Netflix 我媽媽突然問我 是否喝水 我的杯子本身放在這裏 因為這邊才是老 我就這樣拿給我媽媽 我媽媽就來倒水 她就放在那裏 我就不理 之後她的強迫症發作 發作 不是她幫我的杯子放在這裏 之後她整個人遮蓋了我的話 我看不到Netflix 我簡直是經常動作這樣看 我就想 為什麼不放在那裏 我不是嫌我媽媽 但是純粹我覺得 你的強迫症到了那個位置 那杯子要放在這邊 真的這麼誇張嗎 那一刻我是覺得很誇張的 那你有沒有問一下你媽媽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媽媽小小哈哈 你又出聲問她 是的 這麼誇張要放在那裏 結了婚就不要了 即是怎樣 即是如果老婆做這件事 我純粹問 我不是嫌她 她幫我針水已經好得爆 突然幫我針水 我純粹好奇問 真的強迫症到這麼嚴重 要放在那裏 我覺得很搞笑 你越說她有強迫症她就越強迫症 我覺得這個很搞笑 我覺得這個 我有的 擺東西也是 我老婆有時候說 我擺完東西 她說不是擺那個位置 那你擺吧 你擺那個位置是順眼一點 擺別的位置好像亂了 那你也有東西找不到的 是這樣的 兩個人擺的東西會有些不同 所以有些位置我知道擺哪裏 我就撿了 所以有時候有時候摺衫 收衫 摺衫 可能我擺了一半衫 那天有一半衫在 有時候我擺了 例如我們這裏洗完 我擺了自己這裏 她有些等著自己擺 對她有些等著自己擺 因為她有時候說 我也會有的 有時候我都會問她 我洗了那條褲在哪裏 她就說在哪裏 那你每個人都會有些不同 可能是踢球的褲 出街的褲 她其實不懂得分哪裏 踢球的褲出街 你的褲差不多 真的這樣 我當然不是 當然有分別 出街的褲 不要拿去踢球 踢球的褲 不要拿去出街 沒有袋子 但就會問她 還有有耐膽 這些我老公也沒所謂 我幫她分類 你試試放在哪裏 不會 不知道放在哪裏 因為她知道在哪裏 我一定知道在哪裏 所以她每次 她第一個地方找不到 就去了另一個地方 老婆對褲在哪裏 褲在哪裏 說在櫃桶第二格 那會不會是因為 她一直都沒有自己收拾東西的概念 一直都是靠你 所以她就知道你放在哪裏 對 她就知道那些褲就是放在那裏 這個是我壞的 因為我會收拾東西 所以就有一個分別 就是我收拾東西的地方 和我老婆收拾東西的地方 就有個邏差 那我知道為何我老婆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她也是跟著我媽媽 放在那裏 就不怕了 就是這樣 很多的 入廁紙 入廁紙也有問題 前後廁 我老婆經常說我入廁紙 我也沒所謂 即是那個卷怎樣 在前面還是在後面 這麼有研究嗎 好細細 她經常說入廁紙 那究竟應該怎樣 有一次我可能心情不好 她說 又入廁紙 然後我生氣 拿了電話 在那裏拍下她 我下次又跟著她 很搞笑 拍下 因為我的腦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我有一次入了前 然後她說入錯 就入後 然後我的腦就是 那我下次入後 又說入錯 即是USB兩邊都入不到 你上次又說口 但不是我上次說是錢 是嗎 口和鼻口 口和鼻口 即是你不要去搜尋我Google 自己的正學 要VAR 對 所以我要拍照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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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後發覺 我真的錯 即是我真的跟上次不同了 真的要位 我真的犯規 真的12米 真的 我是要拍照 很搞笑 笑死VAR 我們第三點 就是這個 為什麼好像 其實這些不是拍攝 要想的 就是有沒有共同話題和愛好 有沒有共同話題和愛好 但其實我跟我老婆 是沒有什麼共同的愛好 她不踢球不打機 不踢球一定 沒有興趣 對 沒有興趣 我經常跟她說 以前也說來看你踢球 就是很一齊 很開台 即是有被問 即是現在她跟我說 都跟她說 怎麼回事 沒有事 千萬不要理 一叫她不要來 是 共同愛好 我們好像一開始 她喜歡那種愛好 我就會跟她 但之後她又不喜歡 例如呢 她之前喜歡聽電台節目 打冰電台 很久之前 十年前那些 講深深靈的 什麼叫做游靈開始 然後我就跟她聽 到她之後不聽 然後我就再聽 然後就開始研究這些東西 神秘海 對 導了你 對 導了你 然後她自己出來 但其實也沒有共同愛 沒有 我覺得很奇怪 她喜歡聽音樂 我又不喜歡聽 她喜歡聽音樂 勁吵 我就是覺得很奇怪 就是什麼 就是你跟一個人一起 很久的時候 就發覺你跟他完全不同 是嗎 但當初會在一起 沒有什麼共同愛 有沒有呢 我真的想不到 我跟吃東西的外號是一樣 就是喜歡吃 吃東西 對 這些很重要 就是喜歡吃壽司 什麼壽司這麼多種 我們喜歡吃那間 就是吃那間 OK 這樣也是最共同氣趣 喜歡吃同一間 每次都是 不是那間就不吃 覺得那間是最底調的 那這個是共同興趣嗎 是共同的一些 因為你還沒說 我就想 對 我跟老婆 喜歡吃日本 我心想 九成香港人都喜歡吃日本 只要沒有食物敏感 你都喜歡吃刺身壽司 這些都是很共同的 我心想 其實我老婆 喜歡吃刺身的類型 都不同 她很喜歡吃三文魚 我是很不喜歡吃三文魚 其實這些都不是很共同愛好 就是去到這些位 但你跟一個人一起耐 你才會有這些 有些細胞的分辨 是啊 但有些女生是不喜歡吃生辣的 我有朋友是 除非是這樣 我們每次出來都不會選她 不喜歡吃那個人 這樣想就真的可以很不同 譬如我遇過一些她喜歡掃街 其實我是人壽 但我從來都不掃街 除非你去台灣試雜 去旅行是怎樣的呢 去旅行的不同 去旅行是另一個人 我又不會掃街 然後她又喜歡吃炸雞 我很少吃炸雞 很多這些都 這樣想也不太合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我反而是 我真的想不到一樣 我跟老婆一樣都很喜歡吃 即是她喜歡吃餡茶 我是不吃餡茶的人 她喜歡哭 我有時候經常說 你哭茶 吃一包薯片 宵夜是吃一杯雪糕 因為我是不吃雪糕的人 她經常說 我喜歡吃一些東西 有時候走過店鋪 我喜歡吃你便買 自己一個人吃有什麼忍 我也想你陪她吃 她說我吃 我就不讓你吃 你喜歡吃你便吃 吃一杯你一定吃得完 不會吃不完 吃甜品是第二個胃 我反而是吃完正餐 我飽到胸口 我心想為何還吃得久 剛才我說很飽 為何還可以吃甜品 我又不吃這些 我老婆又不會故意說 要吃甜品 因為我這樣說 她說吃甜品 那便吃 但你坐下去吃的東西 都很不同 也是 完全是另一種東西 我只是想 如果我跟你喜歡吃同一樣東西 好 我當你兩個人 我想回我和我老婆的情況 我當我兩個人都很喜歡吃 吃甜品 西米露 但你兩個人不會叫 兩款西米露 你一定不會 你都說很不值 你當然叫到另一種東西 在士多良 所以我覺得很難有共同的喜好 可能有些人喜歡運動 一起行山 我們客戶初期是狂去不同山行 現在大家可能太老了 年紀大了 都不想去休息 在家休息一下 她不肯定去做運動 但她又會自己去跑步游泳 我又不會去 不會自己去 所以有什麼共同的喜好 我覺得不需要 坦白說 我啊 譬如去旅行 每個人都對 但有些人喜歡去一些高難度的旅行 不如喜歡背包住青年旅館 那我年紀都不小 又不是沒有錢 為什麼你去青年旅館 那是不是因為那個對象年紀小 不是不是不是 會有這些情況 我會覺得如果我敢跟你去旅行 是純粹因為我喜歡你 而我未必是很 如果我自己 我一定不會選擇這樣去旅行 你會怎樣去呢 純粹乘飛機去歐洲住酒店 但我沒有人可能住青年旅館 就不會住青年旅館 會有這些 大家喜歡去旅行都可以很大部分 是啊 這些是回不了頭的分別 嚴格來說 你不能一起去旅行 但都可以的 我會覺得 一次半次 長期 夜夜都是 雖然都不是全 青年旅館過了30歲 不要去行不行 你不是青年 30歲之後住酒店行不行 不要去旅行 大哥 留些位置給真正有需要的人 好嗎 我們這麼有錢的 不要用別人四塊錢的那些 不要用我社會的資源 別人不是贊助你的 四塊錢給別人住 我們可以住那些一千 我和我老婆有這個共通 我們都喜歡自己選擇自己去哪 喜歡自己找景點去 自己找地方 然後你陪他去 他也陪你去 我們喜歡這樣 我們不喜歡跟團 這些是共同的 喜好 大家都不喜歡去出名的景點 喜歡狗行 如果去旅行 這個又不同了 去旅行不是用來打卡 我老婆不斷拍照 我就說很真的 每個人都要拍照 拍照 拍完沒有 可以走沒有 這個也好適 對 平常可能行山 但是 和而不同 可以做到 是不是那個 說這些 所以我覺得 是完全不需要有共同的喜好 因為我真的想不到 我跟我老婆有什麼共同的喜好 完全想不到 就是行山遊說那些都沒有 如果有的 踩單車 不抗拒去做算不算喜好 對 就是不抗拒去做 但是不算是喜好 我也不會特意去說 很想去行山 我也沒有 其實我也沒有 我見有些朋友 一對情侶是大家很喜歡去潛水 就是去一些香港不同的地方 我也喜歡 我也想去 正 沒有時間 要學 沒有什麼機會 有沒有學啊 我也想去 沒有 沒有什麼機會 我會覺得挺好的 接下來有機會都要試試 有兒子 有這些已經沒有了 我經常覺得有了小朋友之後 其實你本人都沒有喜好 就是兒子 你本人都沒有喜好 做什麼共同喜好 就是沒有了 可能都是他頭過幾年 之後他可能想到小孩 你就不用那麼多了 是嗎 是嗎 我覺得是 有這麼容易脫爛 都是幼稚園 我媽媽跟我說 你要是我兒子 我也要擔心你 我也理解到這句話 現在也重要嗎 他有他擔心 我不知道他擔心什麼 但是他的擔心在 心裡面 他的行動 不會影響他到處去 會不會當你還是三歲那種擔心 第二隻擔心 但是我不知道 他作為父母的年資多過我 他講得出這句話 我都令我有思考一下 會不會 我一直的理念都是 到十八歲之後 我完成任務 我就是這樣想 當然我就是這樣說 可能到時候又不是這樣想 沒有其他擔心 到時候是十八歲那種擔心 不知道 你不會完成任務 所以我就說 會不會之後可以輕鬆一點 還不知道 好 第四點就是 跟他一起之後 身邊的正能量的朋友 多了還是少了 正能量 會直接少了朋友 怎樣都不會多我朋友 對 我想問你會不會覺得 你老公的朋友 好的呢 很硬硬就必然 當然是很硬硬 你老公覺得你的朋友 也是的 想他的 因為我的朋友 跟他的年紀不一樣 我老公大了兩年 然後我又大了兩年 我老公大了四年 有時候覺得 他們說的東西 或者想的東西 就有點幼稚 你們還在煩這件事嗎 你們還在煩GPA嗎 你們還在煩GPA嗎 小到這樣 對 煩這些這麼幼稚的東西 他在他眼中覺得很無聊 你覺得你老公的朋友呢 他的朋友 之前的朋友都是中學朋友 尼文普書博 副副副副副的朋友 還在煩惱 還有我經常喜歡喝酒 以前 未生小朋友 未結婚之前 我的朋友經常都喝酒 有什麼建築 因為我以前 他經常跟朋友出去喝酒 一不就喝到拖的東西 一喝就喝到拖的東西 一回來見到他 就會在廁所嘔吐 這些朋友真的沒有很大熱 沒有看著你的嗎 是吧 不過現在的朋友可能他們年紀又大了 可能又不是喝酒 他們都不能喝酒 現在就玩到 什麼排狗 天狗 這麼開心 有空 他們很久才做一次 很久才做一次就沒辦法 就沒所謂 現在就隨便 都不是有沒有拖自己身體 不受傷就可以了 只是少到疑情 阿英你有沒有遇到這些情況 覺得老婆的朋友 因為我從來沒有覺得過 女朋友的朋友有問題 但你會不會覺得那些是你的朋友 對 那又沒有 類似這個概念 你永遠知道他就是你女朋友 或者你老婆的朋友 只限於此 有些會當自己女朋友的朋友 是自己的朋友 有些愛賣外屋及烏的那些 有些會吃完 有些會吃完 我不知道 不是很多的 不是很多的 即是上網很多 那當然會有 好多的 有個渠道認識人 你應該認識多了那個人 要經過自己老婆的渠道 更熟一點 近水流台 ABC發生 是 她一定不會爆響口 最安全 神經病 不是啊 這裡算是大家不好 要不然女士受到很大的傷害 不是啊 我有朋友跟我說過 她說她的男朋友 兩個人一起住 她有一次 不知道 工作 不知道做什麼 早放完什麼 早了回家 見到她的男朋友 在4P 逐間 還要4P 兩男兩女 其中一個女士 就是她的Best Friend 看到這些 真是瘋了 真的自殺 一想看到 蝙蝠衣服 是啊 好 來到第五點 這也是很奇怪 為什麼全部拍拖的問題 搞到要結婚前才問 再問一次 是 是不是真的要結婚了 是啊 所以其實是挺對的 再問一次 結婚的時候 過了去 現在拍拖過了 現在結婚了 再問一次 是啊 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想跟這個人 你們自己有沒有 結婚之前 我沒有 我想應該跟Charlie差不多 是一個很順其自然 跟她太久了 已經在一起了 是啊 然後好像所有事情 都純粹成章 差不多了 是啊 我拍完結婚照才求婚 是啊 那又過份了 我老婆還說 你好像沒求婚了 有些後知後覺 割完東西才戴肚 不是的嗎 神經病 不是這樣的嗎 神經病 那麼奇怪 哦 即是補回票 即是補回票 叫求婚 那些 那些 他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是不是真心全心全意 接受對方呢 不是 全心全意地接受對方 即是怎樣 所有事情都能接受到 是啊 對 不會 不可能 他應該是說接受這個人的全部 包括不好 包括他的瑕疵 我會覺得是還能接受到 還能接受到 還能接受到 還沒受不了 即是你接受到 即是現在是一個過程 我覺得現在是過程 即是未去到接受不到 即是你現在對著一件事 五年你沒有接受到 你對十年可能你接受不到 即是你會覺得 哇 還是這樣的 即是可能我老婆也會說 十年你都入錯廁紙 是 十年啊 即是咬 不可能 他下次可能會偏一張彩色的鐵 在我 廁紙家旁 跟著 不那我會接受不到 要不要用 是不是這樣穿 有什麼必要 廁紙而已 拿不到嗎 不應該跟著會拆掉廁紙 不要入了 不要入 整個都放在這裏 就像公廁一樣 整個都放在這裏 整個都放在這裏 神經病 神經病 所以有時候家裏有些很奇怪的設計 通常由來都是這樣 為什麼我家裏不是很家用的 這些刺激紙 神經病 神經病 好 第六個就是 他是安於現狀 在你遇到機會的時候 勸你不要放手一搏 還是鼓勵你追隨自己內心去接受挑戰 哇 好心靈啊 有一次 我之前跟你說過 我有個鄰居 我突然貼了一張Memo在我家門口 叫我去拍電影 然後我跟我老公 你好像有跟我說 對 然後我跟我老公說 我老公就說 你想的就去試一下 沒所謂的 有時候你問他的意見 他會支持你 你照一下拍鏡 你會拍電影 是不是這樣 對 有些人會這樣 為什麼你們沒有懷疑過鄰居做什麼 我心想想 我心想 什麼事 我心想 什麼事 你會不會貼一張紙在門口 你會不會多視了一點點 還是你有好的渠道 是 是 以為是騙案 其實這件事都挺可憐的 神經病 有些沒有管動 然後我先試一下老公反應 他還可以 如果有一天他老婆突然有一個新的機會 他又可以接受到 我覺得有多欣賞他 這件事 起碼是第一個反應 你的鄰居 是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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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讀大學的電影系 他在他身邊沒有介紹自己 他想找女主角 免費幫他拍 我覺得應該都是這樣 就是他畢業的 找人拍 猜你的東西 給錢吧 帥哥 這些畢業作品 學生作品是沒有錢收的 沒有的 一定要不收錢 有必然的嗎 他們都挺必然的 他講到自己沒有錢 真的 他擺明是想找你 對 不用錢的 都好 都搶的 當然 我聽過那些 例如施當真那些 他們這些全部入行之前都拍好 都是學生作品的 然後 有些 你真的看我劇本寫得好不好 有些可能拍很久 有些是超過的 有些是超過的 有些是熱誠的 學生作品的 有些無緣無故 劇本原來要淋溝你水 你無緣無故濕了 做戲都算了 還要弄得我這麼煩溝 都有這些 這些都很難搞 這個OK 你老公第一個反應 如果你老公有這樣的發展 我也會支持他 他之前說他自己想去潛水學 潛水又說考健身教練牌 好啊 你學完可以教我做健身 我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你的伴侶說 我去讀書 讀碩士 去台灣 其實我們拍拖中間已經試過很多這些 他中間是讀老師 他是做會計師 他考完會計師之後 再讀老師 然後他去了讀老師 走到哪裏 浸大 然後他中間還有很多 搞學生會 有些開放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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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也會有去的 這麼開心 會不會很不安 我當初會很不安 但是他有時候會跟我報道 我會覺得算了 他一看到我的祖女的樣子 都安心了 有沒有這些呢 他有沒有拍照給我看 那些 你有去看的 我沒有看 完全沒有看過 真的沒有看過 非常好 那時候是 這些你都不能避開 如果他真的要的話 要走不走 信任他 要走也不能留 有時候他公司要出旅行 他之前回到那間公司 要去美國 可能一年去兩次 美國總公司開會 去兩個月的 差不多 一個月左右 然後呢 那時候也會覺得 又不在身邊 也會有些少許投訴 但是他放工回到酒店 他就會立即WhatsApp WhatsApp FaceTime我 我會覺得 他會給我一個安心 但是現在呢 現在的話 你去吧 我跟女生就可以了 即是都可以的 不理她 OK 因為之前試過 阿英呢 你有問過 萬聯簽了我 我要去英國踢球嗎 萬聯簽了我 就整家人過去了 這麼狠狠 你問我問題之前 你有沒有想一想實際情況呢 你跟剛才那個男生說 一湯二有什麼分別呢 我去做球筒 去學 去撿草 去剪草 有沒有遇過這些問題 Touchwood沒有 如果有都很麻煩 我都會覺得 你現在生了兩位 如果真的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現在馬上想不到 去鑑埔寨買樓 可以 怎樣看 但也不會 自己已經停止了這個選擇 自己停止了這個選擇 幸好不是那個鑑埔寨 然後就會打給警察 好好賺 鑑埔寨這邊 有幾個過 打給白兵電台的所有人 我們全部都過了 去鑑埔寨 那邊開台 然後叫聽眾過來 不停叫人買東西 很奇怪 不停叫人買東西 救抹台 不是他把我的腎 大家要買 買吧 不要煩 到時真的拿回真功夫出來 買東西的真功夫 黏兩線 好 可以是不是差不多 糟了 先看看時間 說多一個 就是這段關係是否平衡 黏兩線 有得平衡嗎 很圓 對 你說得很巧 有平衡嗎 對 你覺得平衡 對方都不覺得平衡 你覺得很遷就他 他都覺得他也很遷就你 你搞錯了 是我遷就你 是我遷就你的尺子 這樣擺 不是你遷就我 你知道我 你不要搞錯 對 一定不會 對 那你們會覺得很傾斜 還是其實都可以的 都在那個 在那個 Range之內 只要你肯在對方的立場去想 其實整件事就沒有那麼痛苦 不會覺得你付出的多 我覺得 我經常覺得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就已經過了這個愛情的階段 你會去幫他想 是啊 你說做家人 當然要在對方的想法 不能說是否平衡 如果你想平衡否平衡 你覺得自己付出會不會成正比 但有時候你的付出不一定是你一定要收穫到的 收穫到這麼多 你不能計較 就是 懂得這麼想這麼瘋 就是你一想到平衡的話 你就會有計較 哦 一想就輸 沒錯 所以不要想 不要想這個問題 你永遠都不會覺得 想平衡的時候 你會覺得 對方為我付出得多 那會有計較 其實我要再付出多一點 應該很難 很少這樣想 通常都會說 喂我也敢對你 你敢對我 通常都是向那個方向 為什麼你仍然會跟他在一起 要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還不分手 我覺得不用想這個問題 就是最好的答案 因為我沒有想 你無緣無故會想 我為什麼還跟你在一起 這個問題太怪了 應該是一個順其自然的事情 這個人應該見不成分 不是的 他有一篇文章就是寫給你看 你真的想清楚 原來這些問題都不應該出現 沒有想過 不應該要想 那就是可以結婚 他在說信任 就一定要信任才能結婚 是不是 你會不會 當然會 但你上集好像說 有些人欣疑 中間那些 結婚了嗎 那時候還沒有 對 那會不會不信任呢 那一定有一段時間會懷疑他 是啊 沒有難 有時候女人的直覺就很準 可能有時候我自己導致這個行為出現 後來回想 你當時會覺得很痛苦 有一次我直覺覺得想看他的手機 然後一打開 他就覺得初戀找他 就是去聊天 嚇死了 看到他初戀拿招 這樣就悶一點 做窩研究 對 然後就覺得 為什麼你又會認他 不應該認他 那些很幼稚的事情 現在回想起 這樣 認不認得呢 什麼認不認得呢 就是初戀找你 初戀 不是 我老公的初戀問他 對 認不認得什麼 認不應該去回答這個訊息 認不認好呢 其實你只是看他怎麼回答 對 看他怎麼回答 那他沒有心心咄咄 沒有想念你那些 沒有 他很正常 但是你當時就會有個驚嚇 原來是偶段思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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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有很多幻想 沒有這些幻想 之後忍了一段時間 一次過跟他 爆炸 開心見誠地說出來 然後他就沒有再理會這個女生 但那個女生是很有侵略性的 他是很想找回我老公一起 讓我幫你拿走 讓他侵略我 不用怕 說笑 這個 這樣 那些有點不信任的情緒 這麼多環好 這個也算小事 這個也算小事 這些小事 你這個眼神像是 很奇怪 你眼神像是 還沒說完 是呀 是呀 你還想聽些什麼 下集再說 今集夠鐘 是呀 我見到就是夠鐘 我只是不說而已 好了 下集再說 還有幾個點 下集再說完 好 下集見 拜拜 拜拜